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三文是 《你的自律终将美好》 作者李思源,一起来听 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惑 也许你每天读书,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收获 如果一天不读书,就感觉自己无知 如果你每天运动,也感觉不到受几斤 如果你一旦停止运动,就感觉自己胖了几斤 也许你每天努力,也感觉不到有太大进步 如果你一旦停止努力,就会感到自己退步很多 我们以为自律是一劳永逸的事 后来才发现自律是必须要落实到每天要去做的事 就如我们以为停在原地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偷花懒 可停止的意思不是止步不前 而是往后倒退 也许你一天做到了自律 这一天就可以保持一个较好的状态 但如果第二天变得懒散和懈怠 就会恢复到糟糕的状态 其实自律就像一日三餐一样 你不可能吃了一顿饭就能保证这一天 更不能保证未来的每一天所需要的身体能量 就如你不可能在一次的自律中 就能让每一天的自己都有持续不断的成长和提升 其实自律并不是一个很难的词 因为人人都可以做到坚持 人人都有变好的机会 人人都可以为想要的人生奋斗和努力 但不同的是 大多数人只能做到间歇性自律 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做到持续性自律 如果你觉得读书无用 不过是因为你只读了二三页 并没有长期阅读下去 自然也就没有太大的收获 如果你觉得运动无用 不过是你只运动了几分钟 并没有长期锻炼下去 也就无法持续保持好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努力无用 不过是你只努力了四五天 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 也就无法获得最终的胜利 一个自律的人 有时并不是在某一天比你更努力的人 而是在每一天都比你努力 所以许多人无法变成更好的自己 不是因为自律难 而是在自律前面加上每一天就很难 一个人要时时刻刻做到要求自己 克制自己 管理自己 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但做到了就是一件很牛的事 或许我们可以给自己的不自律 找到许多的理由和借口 但真正自律的人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自律的人会说工作太忙 没时间学习 但自律的人 却会利用上下班间歇 也要在地铁里看几页书 不自律的人会说最近太累 不想去运动 但自律的人 恰恰是因为身体的疲惫 更要去活动和锻炼身体 不自律的人会说无能为力 不想再努力 但自律的人 总是在力所能急处 不断地逼着自己 往前 哪怕再进一小步 有时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是否对自己有要求 如果你要放弃 可以找出一万个不上镜的理由 但如果你想要坚持 有时只需要一个初心就足够 在自律这件事情上 真正拦住你的不是外在的困难 而是内在的毅力和决心 因为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以阻止一个人变成更好的自己 除非是他自己的选择或决定 在自律这条道路上 或许我们总是很难坚持下去 但一个人想要有成长和进步 就必须要时刻去打磨和锤炼自己 而不是任由自己懒散和懈怠 书要一天又一天地读 你的知识面才会变得更广 你的见识和格局才会变得更大 你的思维才会变得更开阔 不要一天又一天地跑 你的身体才会变得更好 你的体重才会维持在健康水平 你整个人的状态才会越变越好 努力要一天又一天地坚持 你的能力才会变得更强 你的机会才会变得越多 你的人生才会越走越顺 你只有在每一天拼尽全力 才能在每一天看起来毫不费力 只有在每一天奋力而为 才能让每一天都有 哪怕微不足道的提升和进步 只有在每一天全力以赴 才能不辜负始终不放弃 并咬牙坚持的自己 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一天的努力而变好 却可以因每一天的自律而变得美好